再有十多天就要过年了 很多花友打算趁着这段时间 购买一些年宵花 栽种到家庭院落 过年养上一些漂亮的花卉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仅喜庆又漂亮 还能增添节日的气氛 不过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年宵花有很多 有一些年宵花过于普遍 甚至可以用烂大街来形容 新手花友见了都会嫌弃 觉得没有太多的亮点 而老花匠却很喜欢 建议大家都养一盆 你家里有吗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一 长寿花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而像长寿花这种过于普遍的花卉 确实很难给人带来太多的新鲜感 再加上它的花朵比较小 体现不出焦大艳丽的美感 有一些新手花友就觉得 长寿花的观赏价值不高 不想在家里栽种了 其实只有真正懂长寿花的老花匠 才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长寿花的叶片肥厚鲜亮 花朵虽然不大 但是花量很多 轻轻松松就能开爆花盆 关键长寿花的寓意非常好 具有健康长寿的美好花语 再加上它的花期正好处于冬春季节 经历了很多重大的节日 所以长寿花绝对不能被大家所冷落 二 天竹葵 天竹葵也是一款比较热门的品种 但是有一些养花经验不足的花友 却不待见天竹葵 觉得天竹葵总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意味 栽种到室内角落会污染空气 其实像这种小问题 只要经常打开门窗 多通通风就可以解决的 天竹葵本身的颜值挺高的 它的花朵灿烂多姿 经过绿叶的衬托以后 更是将整体的魅力散发到了极致 家里养上一盆天竹葵 美观又大气 特别漂亮 平时要让天竹葵多晒晒太阳 促进花芽的分化 提高开花的质量 三 君子兰 在所有的年宵花当中 君子兰应该排在榜首 它不管叶片还是花朵 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当你把君子兰摆在客厅 或者其他的角落时 看着肥厚坚挺的绿叶 和多姿灿烂的花朵 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感 君子兰的圣花期正好处于春节前后 它也是一种吉利花卉 所以老花匠对君子兰的喜爱程度很深 但为什么新手花友却不喜欢养君子兰呢 这主要是因为新手花友嫌弃君子兰不爱开花 想要君子兰开花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最起码叶子的数量不少于12片 另外还要做好水肥光照温度的管理 冬天养护君子兰 尽量放在室内温暖的位置 适量追适一些磷甲肥 不要使用太多的氮肥 可以促进花苞的孕育 4.发财术 哪怕不养花的人 对发财术应该也不会陌生 不管是在家庭院落 还是在商场超市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发财术的亮点 主要在于它的叶片 宽阔油亮的叶色 时刻散发出浓浓的生机活力 摆在室内角落 不仅可以点缀家居 还能增添一份绿意 个别的新手花友不喜欢发财术 是因为发财术 不像其他的开花植物那么妖艳 没有特别震撼的视觉感受 其实发财术挺值得大家养护的 它象征着发财富贵 可以提高整个家庭的运势 属于非常吉利的年销花 平时只要多浇点水 不要让土壤过于干燥 就能让发财术长势良好 以上四种年销花虽然比较普遍 但是不能因为它们普遍 就忽视了它们的魅力 不管任何时候 都要给予它们公平地对待你家里 都有哪些年销花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